亲爱的爱多美家人们,大家好,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倩倩,是辣椒长大的地道的香妹子。 想必很多伙伴一觉醒来,发现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020年,很多城市随着疫情的反复,再次被按下了暂停键。 核酸检测,居家隔离,集中隔离,但同时也相信爱多美的家人们不再有第一疫情期间的迷茫,彷徨和恐慌。 因为有了爱多美,我们即使足不出户,也能踏踏实实,安安心心地发展我们的爱多美事业。 既保证了健康安全,又持续不断地获得收入,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庆幸的呢? 了解我的小伙伴都知道,我拒绝了爱多美7次。 现在回想一下,如果我在第8次毅然拒绝,那我现在的生活又会怎样? 也许不敢想象吧? 刚开始,因为没有经验,我也迷茫过,爱多美到底该怎样做? 怎样才算是获得成功?如何做才能够取得成功? 现在想想,真的都是多虑了。 因为爱多美很简单,只要将产品分享给身边的伙伴,凭借产品自身的优品量价,自然会形成众多的消费群体,自主地回购,从而产生灭迹。 不仅如此,普通消费者也会发现商机,自主地从事爱多美事业,也像我们一样去积极发展消费群体。 依此内推,我们的事业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地顺风顺水,水到其成呢? 是的,想必这就是很多伙伴想要做到,想要达成的。 当然,这样子的事业者,我们称之为杰出经销商。 前面内容已经介绍过何为杰出经销商,而且爱多美中国开业一年以来,已经有了上千位伙伴,达成了杰出经销商,成为了爱多美的完美成功者。 那其中有什么窍门呢? 接下来作为杰出经销商的代表,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 大家会发现,不管是朴涵吉总事长,还是公司的成功系统,经常会有提及成功八阶段,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。 而成功八阶段也正式成为杰出经销商的秘诀。 第一个阶段,刻画梦想。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梦想的起点,那么事业是没有方向的,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坚持坚定地走下去。 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如同在大海上漫无目的的挑拨。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目标感的人,直到第一次书写人生规划书的时候,才知道目标原来可以如此的清晰。 那么梦想刻画好之后需要做什么呢? 这个时候不要盲目地开始行动。 在行动之前,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对爱东美事业的热度调到最高点。 这个时候再来到我们的第二个阶段,那就是下定决心。 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,我要过上一个富裕、健康、幸福的生活。 一定要心中有这样子的想法,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热情。 如果连热情都没有,那么行动更是不可能的。 这里的下定决心的主要有两点。 一是要主导我们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被生活所主导。 当有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,大部分的人是不信也不接受的。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,别人也许会拒绝。 如果这时我们一旦失去了坚信,就会被别人所主导。 自己也就开始动摇。 哎呀,是不是他们这样说的好像也是有道理的? 爱多美是不是没有这么简单?等等。 如果是这样,那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。 其实不管哪个成功人士,在事业初期都是经历过非常多的拒绝。 尤其是刚刚做爱多美事业的时候,往往都是最轻的人先拒绝你。 像我前妻做爱多美事业的时候,我的妈妈是非常反对的,担心我被骗。 因为在她印象中,这样的行业是骗人的。 价格虚高,经营者还需要入会的门槛。 但我坚信爱多美的一切。 我说,妈妈,请给我一年的时间。 如果我还没能取得成功,我会自动放弃爱多美事业的。 而现在的结果来看呢,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。 现在我的妈妈逢人就夸爱多美的产品,并且还介绍她们从事爱多美事业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主导自己的生活,坚定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信念,才能够取得这样子的成功。 第二点呢,就是不遗余力的付出。 为了我们的成功,下定决心将我们的各项满足,延迟进行。 天上没有白掉的限定,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。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爱多美事可以让平凡人演成功的舞台,就想着坐享其成。 肯定不是这样的,这个付出在经济学上叫做一万小时定域。 在任何一个领域,我们都要付出一万小时的时候,肯定就能够成功。 如果想快速成功,就要在一天内多抽出一点时间,减少去玩,去刷抖音,去休闲,去追剧的时间。 将我们其他的要求延迟满足,这样才能缩短成功的距离。 万不可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。 刚讲的第一阶段,第二阶段,还不算是真正的开始做爱多美事业。 这只是一个准备的过程。 真正开始做事业的这个步骤,就是第三阶段,列出名单。 列出名单不是什么套路。 我们家哥哥在十岁的时候,为了邀请伙伴一起过生日。 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列名单了,然后一个个打电话,邀约。 其实我们做事业也是一样的, 把所有的通讯录,微信的好友全部过目一遍。 可能会有很多的伙伴,先自己会把一些人排除掉,再去念名单。 总觉得,这个不会做爱多美事业,那个可能也不会。 提前给对方做了这样一个预判。 那这样肯定是不对的。 我们要把所有认识的人,包括身边的邻居,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, 但是能够跟他打上招呼,或者通过介绍能够认识的这样子的朋友, 都要列在名单里。 其实一般一个人的周边会有250个人脉,至少也会有一百个。 我们分开来看的话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同学,至少就有几十到两百多人了。 还有老乡几十人,这样算下来的话呢,肯定会有一百到两百五十人左右。 那这些人念名单的时候呢,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几个分类。 其中呢,有一个方法就是就近原则。 因为分享产品或者事业说明的时候呢,距离越近,我们越好分享。 所以可以先把你我们最近的人开始念名单,再往远处着想。 但是在不断的跟这些名单的人一个个分享的时候, 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,朋友,朋友的朋友会买产品,甚至是一起来做饰演。 一定要记住,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人脉。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周围的人快速地知道我们在做爱东美饰演,并且经营得很不错。 每天以成功者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, 这样,他们就会主动向我们了解爱东美产品。 加之爱东美的产品,拥有着高品质、低价格、分享还有收益。 是不是还会主动经营爱东美试验呢? 有了名单之后,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四步, 邀约见面。 我的领导人前七次的邀约都是通过打文字、发语音进行的。 因为我的排斥,甚至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听。 那第八次我为什么要出来跟他见面呢? 是因为他说, 我都生二胎了,你看这么长时间都没见面。 所以我们就单纯的见见面,叙叙旧。 但是我从话语当中听出了他的那份真诚, 出于无法谢绝跟他见面了。 也幸亏那次真诚的邀约, 我才经营了爱东美。 这个也说明, 如果还不能见面, 就暂时不要说失业, 而是想办法约他见面。 如果单纯在线上分享的话, 很容易被拒绝, 或者对方就说一句, 我考虑一下吧。 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否是真诚的沟通, 大部分时间是通过我们的眼神。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眼神, 了解到对方的反应, 方便再去做进一步的沟通。 这里有个小窍门, 如果对方答应见面, 请一定打扮一下, 从我们的妆容再到着装, 做到简约, 气质, 不拉卡, 不花俏。 因为从此刻开始, 我们就是爱东美的成功者代言人。 爱东美的创业理念是生存, 速度和均衡, 而这个速度也可以利用在我们的身上。 那如果想在爱东美快速的成功的话呢, 腰越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 我们也可以遵循133法则, 每一天分享三个伙伴,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, 坚持三个月,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建议之后呢, 就要做第五步了, 事业说明。 事业说明可以是一对一, 也可以是聚会的形式, 那么主要呢, 讲以下四个内容。 第一个, 就是介绍爱东美的公司, 让对方知道爱东美原来是一个跨国的企业, 全球性的事业, 它的实力, 优势在哪里。 第二个, 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大众精品。 第三个, 就是我们中国合法的经营模式。 最后,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介绍爱东美的未来前景。 最想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非常深刻的感受到爱东美, 最终能让我们带来一个完全颠覆, 能够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这样的事业机会。 这个热度之下, 才能够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热情, 从而被我们感染, 事业说明之后一定要进行后续的跟进, 这就是我们成功八阶段的第六阶段。 因为是网络超市, 所以人们不会像看到实体店那样主动的去买东西, 所以需要我们一个后续的跟进。 如果有人体验过爱东美的洗面奶, 或者是牙膏、牙刷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呢, 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内做一个跟通服务。 问他这个产品的效果怎么样? 用完之后有什么感觉?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会员, 用了爱东美的去角质折衣之后呢, 总是脱不出角质来。 后面反馈给我, 我才想起来我忘记教他如何正确的使用了。 从那时候我会给消费者进行备注, 哪天他买了什么产品, 反馈如何, 只要做好每一个记录, 这样下次再跟他交流的时候呢, 就会有一个充分的准备。 那后续管理的第二个就是, 我们如果有愿意和我们一起经营爱东美事业的朋友, 把他带进来作为自己市场的伙伴, 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, 我一定要把我带进来的这个人负责到底, 我一定要让我的伙伴成功, 一定要有这样子负责任的态度去跟进, 即使当他有一点受挫或者是气馁, 我们也要让他慢慢的恢复, 并鼓励他重新站起来, 打起精神, 一起走向成功, 成功八阶段的第七步, 就是辅导交流, 我们要经常和小伙伴保持紧密的沟通, 小伙伴在刚刚开始分享的时候, 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, 警告他们自己是无法完成的, 比如说, 哎呀我好像没有人慢, 针对这样子的情况呢, 我们可以陪伴他去念名单, 念名单的时候, 你可以问他, 如果想成功的话, 你最想让谁先成功呢? 你觉得谁会成为你的消费者, 或者是你最想跟谁一起做事业呢? 把这样的人的名字把它写下来, 还有他的电话号码, 性格, 收入状况, 都可以记录下来, 你还可以继续问他对哪种产品感兴趣, 是我们一起去见面好呢? 还是你自己先去聊一聊呢? 我们只有不断的和伙伴一起交流, 沟通, 辅导, 才会帮到我们的伙伴一起走向成功, 成功八阶段的最后一步就是复制分享, 简单讲就是把我们成功八阶段的前面七个步骤, 正确的一步步往下复制给市场伙伴, 陪同他们一起成长, 切记要遵守原版不变的法则哦, 在这里我们会接触不同层次, 不同高度的人, 但是不管何种人走进爱多美, 我们都要以谦卑的姿态去接纳和包容他们, 这样我们的市场就会不断的壮大, 如果我们是一棵小树, 那自然只会有几只小鸟七星, 如果我们是一棵茂盛的大树, 就会有无数的鸟儿过来栖息, 所以爱多美事业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, 永远保持感恩谦虚的姿态, 越成功的人越知道把姿态降低, 越懂得付出和感恩, 这样我们的格局越来越大的时候, 我们的市场也会逐渐的壮大, 以上就是我对于成功八阶段的一点理解和感悟,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 当下的每一天, 进步就是快乐, 突破就是精彩, 改变就是辉煌, 所以我们只需要每天一点点的改变, 包括多学习一个视频, 多体验一个产品, 多邀约一个朋友来研讨会, 这些都会使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, 愿大家都能通过我们爱多美的成功八阶段, 早日进入杰出机销商的行列, 我在这里等着大家, 感谢观看,